今天我要分享一篇信息 叫做乐意奉献的心 每一年我会讲一次的奉献 原因很简单 因为奉献是基督徒生活里面 很重要的一环 基督徒我们谈到服侍 我们谈到造就 我们谈到传福音 但基督徒生活中间 有一块很重要的 就是关于奉献 因为每个礼拜 每个月你都要奉献 所以我们要奉献 就要奉献到 让神感动 我们奉献 要合神的心意来奉献 所以虽然你要奉献 但是不是能够讨神的喜悦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希望 在江子翠行道会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每一次的奉献 都是一个讨神喜悦 合神心意的奉献 所以今天我要谈的题目 叫做乐意奉献的心 我们要看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大卫 我们看一下历代至上 历代至上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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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打开圣经历代至上29章 这一章我们要稍微的读一读 所以如果你没有圣经的人 你最好跟旁边的人一起读 历代至上29章 今天早上我们要查经 今天早上我们要查经 所以打开历代至上29章 都找到29章了吗 没有的人把手举下好不好 没有的人跟旁边的人看一下好不好 跟旁边的人看一下 都看到了吗 历代至上29章 今天早上我们要查经 都找到了 找到了 历代至上29章 两段圣经在534页 如果你都找到 你都看到 OK 好 你请听我来读 29章的背景是这样 大卫 他 住在香伯木的宫殿里面 从旗都已经平静了 国家已经稳固了 他突然想到 他所服侍的神 耶和华神 还住在会幕里面 他想 我住在香伯木的宫中 神却住在会幕里面 他心里想要为神来建殿 所以他就祷告 他想要跟神建殿 这个心意 神知道了 神肯不肯定 神肯定 大卫想要建殿的心 神就透过先知 拿单对大卫说 他说你要为我建殿很好 但我住在天上的天 我始终与你们同在 都是在会幕里面 我跟着不需要 一个地上的圣殿 但是你有这个心是很好的 地上哪里是我的居所呢 你能人手 能建造的 到底能够盖得多荣耀 配得我居住呢 但大卫 你有这个建殿的心 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你杀人太多 你是一个战士 那么我希望不是你帮我建殿 我希望是所罗门来帮我建殿 平安之子 所罗门来帮我建殿 是比较好的 所以大卫知道说 神不要他建殿 神要所罗门来为他建殿 所以大卫就开始了 整个预备 为所罗门的孩子 所罗门他的儿子 建殿做了一个预备 那29章提到这个预备 29章第一节这样说 大卫王对会众说 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 还年幼娇嫩 这功臣盛大 因这殿不是为人 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 我为我神的殿 已经尽力预备金子 做金器 银子 做银器 铜做铜器 铁做铁器 木做木器等等 那么第三节 且因为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 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 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线上 建造我神的殿 然后他就呼召神的百姓说 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 结果百姓通通都回应了 大家都非常尽力的 非常快乐的奉献 然后我们一起来读29章第9节 我们同声的来读 请 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 百姓就欢喜 大卫王也大大欢喜 大家都欢喜 你会看到 这个奉献的结果是 大卫尽力的预备 乐意的奉献 然后号召百姓一起来奉献 结果是 大家都非常乐意的奉献 然后大卫王欢喜 众百姓也欢喜 弟兄姊妹们 当我们谈到奉献的时候 我们常常 第一个观念是 哎呀 牧师又在谈奉献 然后这个时候觉得 每次奉献的时候 把钱掏出来 拿出去 不管是给神 不管是给人 常常觉得 总是心里掉了一块肉一样 甘心乐意 很多时候 是觉得痛苦无奈的奉献 但是 大卫他说 众百姓都甘心乐意的奉献 然后大家都很欢喜 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就是 为什么大卫可以甘心乐意呢 为什么奉献可以甘心乐意 而不是好像掉一块肉一样 而不是好像 好像很无奈 很痛苦的奉献 很不得已的奉献呢 可是你旁边的人 要奉献就要甘心乐意 阿们 因为这样奉献 能够讨神喜悦 那么为什么能够甘心乐意的奉献 第一个原因 是大卫认为 奉献给神是一个特权 大卫认为奉献给神是一个特权 大卫当看到大家都欢喜的时候 29章的第10节 开始大卫就开始在会众前面 称颂耶和华 他称颂神的能力 称颂神的威严 称颂神的荣耀 称颂神的全圣 他认为万有都是神的 丰富尊荣都是从你而来 你也自理万物 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强圣 都出于你 我们的神啊 现在我们称谢你 赞美你荣耀之名 然后14节 他说什么 他说我算什么 我的名算什么 尽能如此乐意奉献 大卫称颂神的伟大 大卫称颂神的荣耀 大卫称颂神的丰富 大卫称颂神的强盛 然后他说我算什么 我的名算什么 我们尽能够如此乐意奉献 大卫认为 他能够奉献给神是一个恩典 能够奉献给神是一个特权 神并不缺乏 神何等的丰富 何等的尊荣 创造天地万有 所有的一切都是神创造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拥有的 但是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机会 我算什么 我的名算什么 我竟然可以奉献给神 他觉得这是一个恩典 这是一个特权 这就好像是这样 如果老板突然有一天打电话给你 跟你说 某某某今天中午 我希望你能够请我吃饭 你会不会觉得很怪 通常是老板请你吃饭 今天你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老板说请你请我吃饭 你会不会觉得 这一定有好事情要发生 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很特别的 因为如果老板要你请他吃饭 这是一个特权的 举个例子 台湾最有钱 目前最有钱可能是谁 假定可能是郭台铭 如果郭台铭突然打电话 就说请你请我吃饭 台湾首付要我请他吃饭 你不觉得怪怪的吗 你觉得这很特别 对不对 这很特别 你不是全台湾最有钱的吗 你还要我请你吃饭吗 这是一个特权 这是一份特别的邀请 如果总统突然跟你说 打个电话跟你说 今天中午请你请我吃饭 你是觉得怎么样 很特别 总统要我请他吃饭 你可以帮总统买单 你可以帮郭台铭买单 你觉得这是一份特权 因为他们并不缺乏 他们拥有所有的一切 那为什么 他希望我们请他吃饭呢 那么为什么 他希望我们奉献给我们呢 那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权 神是万王是王 神是万主之主 他生命中毫无缺乏 他自有拥有 他拥有所有的一切 但是他告诉你说 我要你奉献给我 哈利路亚 Amen Amen 弟兄姊妹们 只有基督徒懂得奉献给神 很多时候我们奉献给Apple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奉献给LV 很多时候我们奉献给Kursley 我们都奉献给Benz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有一个特权 基督徒有一个特权 我们知道我们的钱 是奉献给神的 这是一个特权 不是每个人都懂的 不是每个人都明白的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 告诉你旁边的 只有你可以奉献给神 这是一个特权 所以大会会说 我算什么 我的名算什么 神这样的伟大 我竟然可以奉献给你 哈利路亚 Amen 所以奉献是一个特权 所以他就开开心心的奉献 所以如果总统说 要你请我吃饭 你会开开心心的请客 我何德何能 我可以请总统吃饭 如果是一个台湾的首富 他跟你说 请你请我吃饭 你觉得我何德何能 我可以请一个台湾的首富吃饭 帮他付账 但是我要告诉你 今天是全能的神 他告诉你 你知道吗 他要你奉献给他 哈利路亚 这是一个特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大会认为 他知道他所有的一切 都是从哪里来的 从神来的 他说因为万有 都是从你而来 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 大会能够乐意奉献 是因为他知道 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给的 如果不是神给的 我们一无所有 弟兄姊妹们 这样的认知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是认为 你是把自己辛辛苦苦赚的血汗钱 奉献给神 那就真的好像掉一块肉一样 你靠你自己能力赚的 靠你自己努力来的 一切都是你自己努力来的 你把你努力来的 奉献给神 或给人 其实要你掏出钱来 那都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但大卫不这样认为 大卫本来是在羊圈中牧羊的人 大卫本来是一个牧羊人 神从羊圈中间把他呼召出来 让他成为以色列的君王 让他成为像一个君王一样 大卫明白 他今天生命中说 拥有的一切 如果不是神给他 如果不是从神来的 他将一无所有 以至于当神说 有一个机会 你可以为神来奉献的时候 他觉得他快乐得不得了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给我的 现在你要我奉献一点点 我欢喜快乐 我觉得我非常的快乐 我有这样的机会 我可以奉献给神 阿们 因为一切都是从神来的 年轻的时候 可能我们不明白 靠自己 我很厉害 都是我赚来的 如果不是我 公司都会垮 如果不是我 这些都没有 年轻的时候 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当你信主一段年日 信主的时间越来越久 那你回头看你人生的时候 你回头看你生命的历程 你慢慢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能有这份工作 是不是恩典 你的业绩订单 真的是你自己跑来的吗 不 神给你的 神的恩典 你慢慢的发现 我们身体健康 能够吃 能够喝 是不是恩典 想吃什么 就吃什么 是不是恩典 是恩典 你发现 神给我们儿女 儿女是不是恩典 是 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你开始慢慢的发现 哎呦 回头看 能娶老婆也是恩典 能嫁一个老公 也是恩典 你回头看 若不是 若不是神的恩典 若不是神给你的 我们真的将一无所有 你越来越感恩 你越来越知道 你会像大卫一样 如果不是神给你这一切 其实你生命中一无所有 你回头看就是这样 当你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 你每领到一份薪水 你真的感谢神 你每得到一个红利 你真的感谢神 你看到你的家人能够健康 你真是感谢神 你看到你住的房子 若不是神的恩典 你也不会有这样的房子住 你也觉得有这样的房子 你真是感谢神 阿们 以至于当有奉献的机会 来到的时候 你会觉得 能够奉献 你存着一种极为感恩的心 因为你知道 得获财的能力 是从神来的 你心里充满了感恩 你觉得你想要奉献给神 你觉得神啊 神啊 你如果给我一个数字 你如果要我奉献 我就会奉献 因为我心里面充满了感恩 因为我所有的一切 都是从神来的 哈利路亚 阿们 那你就会很感恩的奉献 大卫知道 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 第三个 不仅仅是从神来的 大卫他自己知道 一切也都是属于神的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 你看大卫怎么说 大卫很奇妙的 他说一个很感动的一个话 他说我们在你面前 是客旅 是寄居的 与我们列主一样 我们在世的日子 如影而不能长存 耶和华 我们的神啊 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 要为你的圣民建造殿宇 都是从你而来 都是属女的 大卫先有一个感叹 这感叹是什么 这感叹就是我们的人生 在神的面前 就好像是客旅 就好像是寄居的 我们在世的日子 如同影而 大卫看见一个事实 人生好像一趟旅程一样 你知道人生 好像一个寄居的 一个客旅一样 好像影而不能够长存 生命就像一个旅行 这样的短暂 转远之间就过去了 你知道旅程是什么 我昨天前天 跟青年的辅导同工 在宜兰我们有一个退休会 我们有一个很棒的营地 整个地方享受 享受非常的美好 哇 那个星星 大到一种程度 我大概已经快15年 没有看到这么明亮的星星 这两天天气超好的 没有光害 跟一群可爱的童工 几个家庭辅导 我们非常快乐在一起 那个地方非常棒 这个床也很好 这个沙发也很好 这个食物也很好 感谢在美主 一切都很好 但是那是一个旅程 我们结束之后 我们不会把厨师带回家 不会把沙发带回家 不会把床单带回家 也没有办法把星星带回家 你知道吗 我们离开的时候 也不会把马桶带回家 也不会把浴缸带回家 不会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一个旅程 那是一个旅行 我们可以享受那里所有的设施 但是我们只有能够享受它 我们在那几天里面 可以管理它 但我们并不拥有它 阿们 你去住一个六星期的饭店 你回家的时候 你会把马桶也搬回家 床也搬回家吗 把那个waiter也带回家吗 把餐厅五星期 真好吃 厨师也带回家吗 不会 那只是个旅行 你可以尽情地享受它 你可以尽情地 在那段时间 按照饭店的规定 去使用它 但是你并不拥有它 阿们 你并不拥有它 弟兄姊妹们 仔细想一想 我们的人生 也是这样 神给你所有的一切 你可以使用它 你可以尽情地享受它 但是你心里 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并不拥有它 阿们 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大卫有这个观念 他知道 上帝赐福他所有的一切 在你一生的旅程当中里 你可以尽情地享受它 但是你要按照神的心意 去管理它 就像你住一个饭店 你必须按照饭店的规则 去使用它 使用那些SPA 使用那些设施 你必须按照饭店的规定 同样的 在我们人生的旅程里面 你必须按照神的心意 去管理 去使用上帝 给所给你的一切 主权是神的 阿们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能够明白 好好的享受你拥有的一切 在华人的世界里 有一句话讲得蛮贴切的 他谈到金钱 他说 生不什么 带来 死不带去 真的 金钱 谁出生的时候 是带着 谁出生的时候 带着信用卡出生的 谁出生的时候 是带着钱出生的 谁出生的时候 是拿大把钞票 带着旅行箱出生的 不 每一个人都是光溜溜的 出生的 一无所有 可是当我们离开 这个世界的时候 谁能够带着地上的一块钱 没有人可能够 把地上的一块钱 带到阴间去的 没有人把地上一块钱 带到天堂去的 有一个笑话 很好笑 有一个笑话 这是一个抽象的笑话 有一个有钱人 有一个有钱人 非常非常的有钱 然后呢 他就存了很多的金子 他死的时候 他想把金子带到天上去 结果他就想尽办法 他就打通关节 告诉天使 无论如何 他把这个金子带到天上 那个天使看他那么坚持 就跟他说 你为什么一定要带这个金子呢 他说 我在地上存了所有的东西 我要把我所有拥有的一切 我把金子带到天堂去 天使很纳闷 觉得你一定要带金子上去吗 规定是不可以的 好吧 你既然那么坚持 你就去吧 他真的带一个金块 到了天堂 一到天狂 所有的人都看着他 问他说 这位先生 你为什么 为什么有地砖 把地砖扛在手上 你知道吗 他说 我这是地砖吗 因为天堂是黄金阶第一门 地上全部都是金子做的 你知道吗 告诉你旁边的人 到天上不用带金子 他说 你为什么把地砖扛在身上呢 圣经告诉我们 天堂是什么 黄金阶 地砖都是黄金的 这是一个比喻的笑话 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 你到天上 一块钱你也带不走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 在短短的旅程里面 不要让金钱去拥有你 让我们拥有金钱 阿们 不要成为金钱的奴隶 因为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在你这人生的旅程当中 像短的像影子一样的旅程当中 你要好好的 按照神的心意 去管理你的金钱 去享受你的金钱 哈利路亚 阿们 不要变成一个一天到晚 都在那里数钞票 不要把你的安全感 放在金钱的上面 把安全感 放在你金钱的上面的时候 你的人生就充满的忧虑 充满的重担 你可以拥有很多的钱 但你不要把安全感 放在钱的上面 你说牧师 你说不要把安全感 放在钱的上面 那难道没有钱 就会有安全感吗 这跟你有没有钱 没有关系 这跟你的安全感 有关系 阿们 你可以是一个 亿万的富豪 但是你可以过着一个 很简单的生活 做一个愿意帮助别人 很会管理金钱的人 你可以睡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金钱 金钱的安全感不在这里 我们的安全感 不在金钱这里 你的安全感 建立在神的身上 哈利路亚 所以你知道吗 在这短短的旅程里面 怎么样去管理你的金钱 是很重要的 按照神的心意 管理你的金钱 我们教会在全世界 我们支持1200位以上的资助童 我们也资助纽约的 Bill Wilson 差不多将近120位以上的儿童 在世界各地 那么因为这个缘故 有一个机会 我去亚美尼亚 我去看展望会在那边的计划去 我在那边我非常感动 我们的700块钱 每个月的700块钱 在那里做什么 你知道贫穷有两种 有两种 一种叫做结构性的贫穷 什么叫结构性的贫穷 你给他钱是没有用的 说我给你钱 你好好读书 你给他钱也没有用 那附近根本没有学校 你知道吗 台湾没有结构性的贫穷 台湾叫做贫富不均 贫富差距 也就是说 他为什么没有学校念呢 他不是因为没有好的学校 而是因为没有钱 所以这样的状况 你给他钱就可以了 因为你给他钱 他就可以有学校念 那么只是贫富差距 转个弯而已 这边真的是非常的富足 转个弯而已 非常的贫穷 这个叫贫富差距 所以给钱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 世界上有很多地区 给钱是没有用的 你给一个孩子钱 他附近也没有学校 他附近 也没有任何的安全的设施 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去了那个地方 我才发现 其实是把2000个资助童的钱 大概就是140万台币左右 每个月 去跟他们整个社区谈 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他们说我们这里最需要的 就是暖气 因为孩子们没有暖气 就没有办法上学 因为那个地方很靠近俄罗斯 冬天非常的冷 根本政府没有钱可以做暖气 孩子们冬天没有办法上学 所以就开始帮他们怎么样 做暖气 把钱集合起来 把他们暖气 帮他们修造他们的厕所 那个厕所可怕到一个程度 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帮他们重新 把卫生的设施建立起来 然后问他说 怎么样你的家可以活下去 他说我们家需要一头牛 因为只要那里没有什么农业 如果你有一头牛 好好的养这头牛 牛有牛奶 有牛奶就可以卖牛奶 养活一家人 所以你告诉他们怎么养牛 买一头牛给他们 过两年去看那头牛还活着没有 你知道 所以那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花十年的时间去改变整个社区 帮他们盖学校 弄水源 改善他们的经济 接那个水管 不是把钱给孩子的 给孩子也没有用 那是一个整个结构性的 整个社会贫穷 那你到那个地方看 你会觉得你非常感动 你那个七百块钱 你那个一点点的钱 七百块钱 一个月才七百块钱而已 你可以集合起来 你可以改善一个社区 给一群的孩子有盼望 钱用在这里 你就觉得说 这七百块钱可用得真好 要不然你吃吃吃 你能怎么吃嘛 你玩玩玩 你能怎么玩嘛 可是你把那七百块钱 帮助他们的时候 你可以让孩子们 你亲眼看到一个盼望在那里 我们教会 在2003年的时候 在这里建立江子催行道会 我还记得 当我决定要出来建立教会的时候 我一个礼拜之内 我收到五百万的奉献 一个礼拜 有一个姐妹很特别 有一个姐妹 她一听到我要建立教会 第二天就挥了一百万 在我的建堂的 建立教会的户头里 她说 正好我告诉你 谁要出去建立教会 我就支持她一百万 真的 后面出来建立教会的 她也是如法炮制 就打电话给她说 建立教会 一百万支持你 一个礼拜之内 我就建立 就收到五百万的奉献 有个弟兄很感动说 这话你怎么晚才讲 我不知道你要建立教会 她立刻开了一张 三十万的支票说 支持你建立教会 十一年后的今天 江子催行道会 是一千两百人 一千三百人的教会 过去十一年 有许多的人 在这里生命被改变 有许多的家庭 在这里恢复 有许多受伤的人 在这里被重建 有许多的青少年 他们这里被训练 很多的人在这里 被医治 被恢复 找回他们生命的梦想 阿们 你知道吗 钱最好的用处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如果你能够有钱 去建立教会 我觉得那是最棒的投资 哈利路亚 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而教会是永存的 哈利路亚 阿们 我们教会 支持宣教的工作 每一年我们支持 威克里夫的圣经翻译会 秋显正牧师 做门训的工作 做圣经翻译的工作 在造就下一代 每一年我们支持 他们的生活费 好不好 好急了 因为跨文化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去的 像我去跨文化 我就很尴尬 语文能力要好 身体要很健康 这个有很多的条件的 我不能够去 但是有人能够去 我就支持他 感谢赞美主 让我们参与在整个 跨文化圣经翻译的计划里头 去帮助那些少数民族 帮助回教的世界 我觉得把钱花在那里 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非常的有价值 我们也支持 在交大的事工 交大的学生工作 我们就支持 学生传道会 在交大传福音的事工 李奇迪兄跟我讲 他说他在交大里面 跟那些交大的那些人 那些研究所的 那些学生传福音 我听见 我觉得这是很有价值的工作 交大出了施政荣 交大出了蛮多 蛮优秀的高科技的人 这些人如果信主好不好 下一代的施政荣信主好不好 好啊 所以他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我说我支持你 因为那是一个 非常有潜力的地方 在交大里面 向那些研究所的人 向那些学生来传福音 非常有潜力 把钱投资在这里好不好 好极了 你知道钱投资在宣角 改变未来 按着神的心意 那么钱 我觉得另外一个方式 最好的方式之一是什么 跟家人分享 你知道吗 不要一直在那里数钞票 要舍得跟你的家人分享 而且告诉你旁边 趁你活着的时候 再告诉你旁边 趁你健康的时候 再告诉你旁边 趁你跑得动的时候 趁你还有很多兴趣的时候 阿们 很多兴趣 想买一服去买啊 想出去玩去玩啊 把你钱留着干什么 你知道 我以前在证券市场 我以前在证券市场 做买卖股票 一赔几十万上百万 真的眼睛都不眨一下 所以我在28岁 我就赔过500万 我赚钱没有什么优秀的记录 赔钱我经验丰富 所以我很懂得赔钱的那种感受 你知道在那里 赔钱你知道吗 就是几个零而已 你知道吗 存款2000万变500万 500万变200万 200万变负债 就000000越来越少 你知道吗 其实你都没有花它 因为都是股票嘛 买卖买卖 其实就是数字嘛 你知道吗 存责的零越来越少而已 你知道吗 其实你是没有感觉 因为你没有花它 就算它你存款2000万 你没有花它 还是个数字在上面 你知道吗 所以我并不觉得钱好用 钱只是一个数字 等我赔光了一切 然后我很辛苦地 开始存钱 然后我全职服饰 你知道 有一年神给我们一笔 很特别的钱 我就很感动 然后我就带我全家去以色列 全家去以色列 花了大概25万吧 玩得好开心 全家人玩得好开心 吃好的 喝好的 玩好的 跟神的同在 非常的快乐 我很难忘记 那个全家在一起出门旅行 那种快乐的感觉 25万 我就在叹息 我在股市里面 赔掉不知道多少个25万 我应该可以玩地球 玩三圈了 就是这样 买进卖出 买进卖出 存责的零越来越少 就这样 25万 然后我存了好多年 去前年 我存了15万 15万我要去美国玩 而且我去之前 我就宣告 我15万要花完才回来 好好的爽一下 你知道吗 15万要花完 很快乐 全家一起去 结果很努力地花 还是没有花完 因为很多人请我们 感谢赞贝主 可是那个感觉 真是快乐得不得了 15万有很多吗 真的 没有很多的 如果以我赔掉的钱来讲 那真是 那真是一点点钱而已 可是你知道 带来的快乐 带来的幸福指数 有多高吗 我赔掉所有一切之后 我才认识到这个真理 我才认识到说 真的 如果你有一点钱 那么 如果你知道 怎么跟你的家人 甚至跟你的朋友 跟你的朋友 跟你的朋友 能够一起去分享 那个美好 你知道那是生命中 上帝给我们 在这个人生 短暂 像影儿一样 旅程中间 最棒的祝福 哈利路亚 告诉你旁边的人 不要为钱而活 哈利路亚 阿们 在那短短的人生 像影儿的旅程里面 你并不拥有金钱 神要你知道 怎么管理金钱 使用金钱 所以大卫能够 很开心地奉献 为什么 大卫是很有钱的君王 当他知道 要为神见殿的时候 他尽力地预备 因为他知道 一切都是谁的 属于神的 我要按照神的心意 去使用我的金钱 在那短短的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那短短人生的旅程中间 我要好好的使用它 我要好好的管理它 我要好好的享受它 阿们 所以大卫很乐意奉献 第四个 大卫知道 奉献有一件事情 很重要 动机 神是见察人心的神 所以大卫 他跟神祷告 他说 我的神啊 我知道你见察人心 喜悦正直 我以正直的心 乐意献上这一切 大卫知道一件事情 奉献不要愁眉苦脸 奉献不要好像掉一块肉 奉献要有一种正直 跟乐意的心 献上这一切 神不是只有看奉献的数字的 你看那寡妇的两块小钱 神说 这个寡妇的两个小钱 是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神肯定这样的奉献 因为他真的是很 把一切养生都投上了 所以大卫明白一件事情 神不是只有看你奉献的数字 神更看重的是 你奉献的时候 你有没有甘心乐意 你有没有存一个正直的心 还是像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一样 明明只有奉献一点点 奉献一半 就说他所有全奉献 奉献不要比较 奉献重点不是那些数字而已 重点是 你有没有一颗正直的心 诚实的心 很快乐地献上所有的一切 所以你看到 神祝福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是一个 很愿意奉献的人 四王五王之战之后 他救过他的子子罗德 还有很多的乳物 那么回到撒冷城 撒冷城的至高的祭司 麦奇喜德 出来迎接他 祝福他的时候 亚伯拉罕不说一句话 立刻就奉献十分之一 庆祝他的战胜 阿们 然后神给他独生的儿子 以撒 可是神考验亚伯拉罕 你愿不愿意奉献给我 神对亚伯拉罕说 把你儿子 也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献烦祭给我 很大的考验 可是亚伯拉罕 他是相信神的 他是知道神的 他想 神啊 如果你要我的儿子 独生的儿子 没有问题 这儿子也是你给的 我愿意奉献给你 当他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马上一结束 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 亚伯拉罕 你既不爱惜 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论福 我必赐大福给你 阿们 奉献你是个考验 大卫一样 当大卫 他想要为神见殿的时候 神透过先知拿单对他说 大卫 我不要你帮我见殿 你杀人太多 你流血太多 你的儿子 所罗门要为我见殿 但是你起这个心意 甚好 我肯定你 从现在开始 我必与你同在 我要祝福你的家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神开始祝福他 因为他们的奉献 的态度是对的 他们奉献 是讨神喜悦跟悦纳的 他知道神 是见察人心的神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都要奉献 奉献是基督徒生活中间 很重要的一块 但是我们一定要成为 一个乐意奉献的人 有几个原则 帮助我们 当你奉献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对的动机 第一个 第一个动机就是 你要知道奉献给神是特权 阿们 这就是你奉献的动机 所以当你奉献的时候 你要知道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奉献给神的 只有我们神的儿女 我能够知道 这钱是奉献给神的 这是我的特权 第二个动机是什么 你要知道 你生命中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从神来的 我们不过是把从神而得的 带着感恩的心奉献给神 阿们 所以你奉献的时候要知道 我生命中所得到的一切 都是神给我的 都是神给我的 神啊 奉献的时候到了 我要用感恩的心 我要来奉献 第三个 你要知道 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 我并不拥有这些金钱 我并不拥有这一切 我有使用权 我有管理权 但这主权不是我的 神啊 你要我奉献 我甘心乐意 我会照着你的心意来奉献 因为这一切都是你的 你要用这三个原则 你要知道 神是检查人心的神 哈利路亚 当你这样奉献的时候 会合神心意 当你这样奉献的时候 你会甘心乐意 当你这样奉献的时候 你知道一切都是神的 一切从神而来的 我甘心乐意 这是我的特权 我欢欢喜喜的来预备奉献 阿们 所以我希望2014年的开始 我希望江史翠行道会的 每一个弟兄姊妹们 让我们都成为一个 尽力预备 乐意奉献的人 因为我相信 这是讨神喜悦的 我们既然要奉献 就要尽力预备 乐意奉献 像大卫一样 大卫知道 神要所罗门为他建殿 所以他就从他这一代开始 他就尽力预备 你知道奉献 不能够临时的 你不能够说 不能够临时 随便掏一掏 牧师说要奉献 随便掏 挑了十块铜板就好了 一百块揍揍的 弄一下丢下去 不要这样奉献 因为你这样奉献 你这样奉献 不能够讨神的喜悦 奉献要尽力预备 你要知道 奉献是要预备好的 不是说临时感动的 从来没有想的 有多少算多少 把它掏出来 全部丢进去 我已经奉献了 同工们 我真的介意你 如果你是这样奉献 我真的不如鼓励你 不要奉献 为什么 因为这样奉献 不能蒙福 这样奉献 不能蒙福 我们渴望 既然我们要奉献 我们就要奉献到 让神感动 阿们 奉献到 有一天神可以对你说 论福 我要赐大福给你 阿们 我要奉献到 让神感动 这跟数字没有关系 这跟什么有关系 预备也没有关系 哈利路亚 你要奉献到 让神对你说 你既然要为我奉献 我告诉你 你让我感动 虽然数字不是很多 但我告诉你 你让我感动 我要祝福你的家世 直到千代 我必永远与你同在 阿们 像神祝福大卫一样 你既然要奉献 就要奉献到 让神感动 甘心乐意尽力预备 所以告诉你旁边的人 预备是很重要的 奉献预备是很重要 不能随便这样 掏出来丢下去的 这样是可惜的 浪费的奉献 你们 我们教会有四种奉献 我希望我们2014年 我们可以开始 尽力的预备 然后乐意的奉献 第一个 十一奉献 每个月固定的 你不能十一奉献 来的时候才随便掏一掏 不 你知道的 你每个月 你的收入的十分之一 那是当那 那要归给神的 你要凭信心去奉献 那预备好 每个月都预备好 每个月都计算好 什么是给神的 什么是给宣教的 甚至什么都是感恩的 你每个月 你都要预备好 你要有一个规划 尽力去预备 凭着信心去奉献 我们教会现在十一 十一的人数 十一的人数 大概是412人 平均起来 后面三个月 十一的人数是412人 我祷告的是 在今年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十一的人数 能够达到600人 我们教会大概1200人 1300人 如果扣除孩童不计算的话 那么大概成人 大概是1000人 我们在小组里面 大概是700 700人左右 700出头左右 在小组里面 但我们现在的十一奉献 大概是412人 我祷告 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 我求神感动 让我们凭着信心 我们可以去宣告 我们可以说 今年我们的十一奉献 要到600笔 要到600位弟兄姊妹 Amen 相信的人说Amen 并且我们要预备好 每个月都预备好 每个月要预备好 那么第二个 我们教会固定的奉献是什么呢 就是感恩奉献 数算恩典 我非常喜欢感恩奉献 这个是 这是不定时的 这是随着感动的 你知道 我很喜欢做感恩奉献 这可能不一定是你感动的数字 不一定是固定的数字 你知道像昨天 我们玩得很开心 跟同工跟辅导 我们有非常快乐的两天一夜 上帝给我们好好的天气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星星 满天的星星 已经十多年没有看到 这么灿烂的星星 一颗一颗跟钻石一样 真是太享受了 要不要感恩奉献 要 妈妈去健康检查 半天 一直检查一直检查 结果身体非常的健康 要不要感恩奉献 要 对不对 突然发现 孩子突然变乖了 开始 以前不QT 现在突然之间天天QT 你知道吗 好感动 要不要感恩奉献 要感恩奉献 你知道吗 出去旅行 玩得很开心 回来之后 钱竟然没有花完 感谢赞美主 要不要感恩奉献 要 我告诉你 我很喜欢做感恩奉献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我在那里数算恩典 出门的时候 我说今天我要有个感恩奉献 好多的恩典 这个感恩奉献的数字 我早就计算好了 早就计算好了 今天我要做感恩奉献 但我就开始在预备 我的钱的时候 圣灵在我里面 一直跟我提醒说 太少了 感谢主 可是我的电脑上 早就规划好了 你知道吗 就觉得说 圣灵太少 你还有一个没有感恩的 昨天晚上 这两天 辅导们聚得很开心 要不要感恩 要 这个感恩没有算进去 你知道吗 所以要 上帝说 我里头有感动 好像少了一点 这样子 所以我出门的时候 又加了一些数字 结果刚刚投到奉献箱的时候 想的写错了 因为写的就是 我一个月来做计划好的数字 所以 但是我很快乐 神感动我就感恩 感恩奉献 Amen 你告诉你旁边的人 有事没事就做感恩奉献 你知道吗 你知道上帝喜不喜欢我们感恩 你知道吗 你越感恩 上帝也许越你 而且我有预感 我今天加的数字 是上帝会加十倍还给我 就看我的预感准不准 上帝突然提醒我说 不要怕 上帝会加十倍补还给我 Amen 感谢再美主 所以我们要常常做感恩奉献 那就是看你的感动就好了 感恩感恩 做个感恩的人 那我们每个月有事工奉献 每个月的圣餐 每一个月的圣餐的时候 就是我们收事工奉献的时候 我们 我们教会一年的事工奉献 大概需要一百 不是一百 我说错了 三百四十五万的样子 一年的事工奉献 比如说 我们刚刚讲到 我们要支持休闲生牧师 支持交大的事工 每年的奉献也超过二十万以上 那么 比如说我们经历神营会 每一次经历神营会 我们要垫到差不多四万块钱 一年我们大概二十万的感恩 事工奉献 要支持经历神营会 我们的学生的宣教工作 学生的营会 一年大概需要一百万的奉献 我们的奖学金的工作 也一年也需要超过二十万以上的奉献 我们支持我们板桥在地的街友的事工 从我们教会建立第二年 那么街友的事工来拜访我们 我们支持他们已经差不多十年的时间 他跟我们不同宗派 跟我们不同教会 但他们在板桥做恩友中心 也就是帮助那些街友们 我不太合适做街友 我也不会做街友 但是人要在这里做 好不好 要不要支持他 要 感谢赞美主 所以我就去支持这个街友事工 已经支持了十年了 每一年我们支持他 我们支持走出埃及 同性恋的关怀的团体 去关心那些同事 需不需要 不能只是一天到晚讲这些 我们要关心他们 所以我们也支持他们 每一年固定支持他们这些奉献 所以这些 我们要支持Good TV 每一年至少30万的奉献 就是我的祷告 一年30万 每一年我们固定支持 要支持华神 支持神学院 支持宣教的工作 海内外的短宣 这些奉献的预算都贴在外面 我没有记错 我们事工奉献 一年要345万左右 今年的预算 所以每个月圣餐的时候 我们会收一笔事工的奉献 去支持 除了十一奉献以外 感恩奉献以外 在圣餐的时候 会收一次的事工奉献 去满足我们所有对外的奉献 所以你圣餐的时候一定要来 感谢赞美主 而且你不能空手而来 你要预备好 你不能够说牧师收事工 我不知道 随便掏个零钱丢下去 不 你要预备好 阿们 你要预备好 你一定要预备好 每个月的事工奉献 来的时候 你要预备好 那就是我们要支持 所有事工的奉献 阿们 另外一个奉献 很重要 就是我们 在我们的建堂奉献 那么今年 我们打算在2月9号 要收一次新起建造的一次建堂奉献 那么 每一年 我会收一次建堂奉献 在我们还没有正式启动建堂计划以前 好像 好像大卫为所罗门预备一样 我们需要早早地预备 我们建堂奉献 我们不要等到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建筑物 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土地的时候 上帝说 我帮你预备好了 那我们说 教会没有预备好 如果他要定金一亿 我们说 我们只有一百万 这样不行的 我们下一个建堂计划 一定是一个大的计划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现在每一年 每一年都要预备 我2月9号 我们要收一次建堂奉献 我的目标是一次一千万 一次的奉献要达到一千万 怎么可能一次奉献达到一千万呢 其实很容易的 我们教会现在 成人大概差不多一千人 成人大概一千人 我自己估算 一千人 如果一个人奉献 平均一个人 如果达到两万块 其实就有两千万 我打个对折 就是一千万 告诉你旁边很容易的 我已经预备好了 感谢赞美主 我早就预备好了 平均平均 有人多会 有人少 神感动你 对不对 但是我们教会 有一千个成人 如果真的 一个人奉献两万块钱 就是两千万 今年目标就达成了 一次到位 感谢赞美主 不多的 如果打个对折 也有一千万 所以我祷告 2月9号 2月9号 2月份 2月9号开始 在2月份的建堂奉献 我们要达到一千万 如果你说牧师 我觉得一次两万块 对我来讲 我没办法甘心乐意 我觉得掉了一块肉一样 很痛 我觉得慢慢切 没关系 所以呢 我愿意 一个月 我可能就 一个月 我建堂奉献 一千块 两千块 OK的 你就 以2014年为基准 我们给你一个认线单 你就写说 我每一个月 大概一千块 或者两千块 都可以 或者你要五千块 都可以 都可以 一年的期间 一年的期间 你投到奉献袋里面 那么 那么再 投到奉献袋 再投到奉献箱里头 就OK了 我们会一起统计 那么 目前 目前我们教会的建堂奉献 去年 去年我们的奉献是 一千零七十一万九千两百六十二块 不知道两块是谁奉献的 一千零七十一万九千两百六十二块 这是我们去年的建堂奉献 那么 我们目前累积的建堂奉献 已经超过两千万 两千多万了 所以我相信 虽然我们建堂计划还没有开始 可是我们每年一千万到两千万在预备 五年内我们可以达到一亿的建堂的基金 不是很辛苦的 哈利路亚 Amen 重点是教会要继续的成长 Amen 知道吗 我很羡慕 我在爱的教会 我看到他们一次的奉献一千万美金 美金 教会五万人 一次的奉献一千万美金 所以你知道 如果二月九号 二月九号那一天 我们开票出来 超过一千万 一次的奉献 超过一千万 你们欢喜吗 你们欢喜吗 Amen 我们可以打破纪录吗 一次一千万 Amen 包括认献的部分 上帝会不会喜欢 牧师会不会开心 我问你旁边 你会开心吗 你会开心吗 一次就达到一千万 哈利路亚 Amen 二月九号 你慢慢会进来没有关系 好不好 或者你认献没有关系 一年而已 一次达到目标 我们一同起立 我们来祷告 相信二月九号 我们会达到一千万的人说Amen Amen 我相信不是这么困难的 我们是可以的 我们来唱第四首的诗歌 祝祢是光明 造在黑暗里 天祖淘宗 却因你怜悯 神明你世音 主自我生命 恩典与真理 成为生儿女 我祝你信仪 你的爱降临 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 荣耀君王尊贵羔羊 不惜在家界线上 我救主降临 将生命启醒 吹入我心灵 进入你爱里 永恒的痛在里 让我们来敬拜 祝你时光明 晝在黑暗里 全力你怜悯 生命启醒 祝我生命 恩典与真理 成为生儿女 我祝你信仪 你的爱降临 你的爱降临 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 荣耀君王尊贵羔羊 不惜在家界线上 我救主降临 将生命启醒 搜入我心灵 尽如祢爱里 永恒的从在你 我们要宣告 我们的安全感 不在我们的金钱 我们的安全感 是那万王就王 万主之主 是后世百物 给我们享受的 独一的真神 也是后世百物 给我们享受的 独一的真神 求祢帮助我们 我相信上帝会祝福我们 当地我们养 望祢我们祷告祢 谢谢主的恩典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我们一起宣告 要知道奉献给神 是我们的特权 阿们 我们要知道 一切都是从神来的 你的薪水 你的业绩 你的房子 你的儿女 这一切都是神给你的 我们不过是将神给我们的 我们用感恩的心 奉献给神而已 阿们 而且我们要知道 一切都是属于神的 在虚空的人生 短短的人生旅程里面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来用钱 用在词汇的工作上 帮助那些贫穷的人 用在建立教会的事上 教会是世界的希望 用在宣教的事工上 要帮助那远方的人 跨文化的宣教 让我们要能够用在我们家人的身上 不要把钱抓得死死的 跟你所爱的人分享 跟你的朋友分享 阿们 过年的时候慷慨一点 真的 慷慨一点 他们会因为你而感谢神 阿们 你真的不缺的 你没有把你养生的都丢进去的 你把你有余的慷慨一点 对人宽厚一点 你就会带来很多的感恩 阿们 哈利路亚 阿们 不要让金钱拥有你 你要拥有金钱 好好使用它 一一二三 我们同生的开口来祷告 天父我们向你来祷告 上帝当我们要请你一个祷告 上帝我们可以求你 就要让我们上帝我们可以 因为人的风险而感谢我们的神 阿帝我们仰望你 我们祷告你 可求你自己是恩典在我们的手上 阿帝我们向你来仰望 我们向你来祷告 上帝我们可求你自己是恩 可求你自己帮助 阿帝我们向你来仰望 向你来祷告 上帝我们可求你自己来帮助 上帝我们谢谢你 阿帝我们感谢你 阿帝我们占美你 耶稣要让我们断开这个心前的魂 主要让我们活在信心里面 主要让我们因着信 阿帝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 主要我要成为一个尽力预备 乐意奉献的人 阿帝我们向你来仰望 向你来祷告 谢谢你的恩典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帝 我对教会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不希望我们的教会的奉献 是因为牧师很会很会鼓励 牧师很会催地兄姊妹奉献 我们就一时冲动之下 就奉献了很多的钱 然后回家就开始后悔 那个牧师好厉害 老师把我的钱都掏空空的 我自己也曾经被掏空过 所以我很怕有一些牧师来 因为他一来我钱一定都空了 因为他很会讲 很感动人 然后讲完以后忍不住 全都掏下去了 回家就开始懊恼 我刚做了什么 你知道吗 有这种经验的人把手举起来 都不敢举啊 然后举起来 你知道吗 其实当我到爱的教会 我很感动 这教会好冷静 他们是门选的教会 我们奉献是因为认识真理 阿们 我们奉献都是预备好的 不是一时冲动 是这样 所以教会很快乐的 奉献完大家怎么样 非常的快乐 阿们 神祝福你多一点 你就多一点奉献 神给你信心多一点 你就多一点奉献 神给你信心少一点 你就少一点奉献 OK 神知道我们的心 信心到哪里就做到哪里 所以告诉你旁边 不要一时冲动来奉献 不要一时冲动 真的真的 我对教会有一个图画 我很希望我们所有的奉献 都是因为真理而奉献 我知道那是个特决 我知道我奉献那是神给我的 我充满感恩 我知道我要按着神的心意 来支配管理我的奉献 我不是冲动的 我是预备好了 阿们 当奉献的时候来到 我已经祷告过了 我很清楚 那么那就是我的素质 而且是有点平信心奉献的 我也知道 我没有把我养生在头上 我只是觉得 我可以平信心 跨越一步一点 多做一点而已 感谢咱们主 所以我就是预备好来奉献 阿们 教会奉献完之后 欢欢喜喜的 哈利路亚 没有一个人是一时冲动奉献的 都是预备好的 你们阿们吗 阿们 所以我们要来 我们要来祷告好不好 我不知道2月9号 你预备好没有 我是已经预备好了 感谢咱们主 不要冲动好不好 不要奉献进去 又拿不出来了 就很后悔 知道吗 我们是欢喜快乐的 阿们 预备好了吗 还在祷告 还在祷告 我们奉献完 我们相信我们可以突破1000万在2月份 教会有两个大的需要是我们要做的 一个是我们今年要做我们的电脑系统全部的上线 那么我希望我们已经在规划了 那么我们希望在7月间能够全部的上线 那么到4月间第一阶段可以上线 以后每个人每个会友会一张卡 好像悠游卡一张卡 那么你来上C1课程 C2课程的时候 你来往C2的时候一刷卡 C1考试不及格 立体兄就会把你带过去了 立体兄现在很辛苦 上面都是纸箱 它一个一个核对 它没有一个放过的 你知道吗 它就纯手工的 你知道吗 非常严格 以后不用你 不及格的叮哑都会响 你不能上C2 你要回去再补考C1 全部都电脑化 经历神言会 Holoid的聚会 所有的聚会 以后我们都是电脑线上报名 这会儿会有资料 包括我们儿童的部分 儿童的部分 因为小孩的脸不太认得出来 就跑来跑去 谁来谁没来也不知道 在关怀工作上 有的时候蛮吃力的 以后小孩来 什么名字 苏晓恩就拿这个卡出来 一声就知道了 那么结束之后 就一个报表出来 苏晓恩没有来 李维勒没有来 我打电话去 怎么样 肠病毒 我知道 感谢主 以后我们要进入完全的电脑化 在七月间的时候 我们希望全部的上线 我们总共的预算 现在一百万 现乎跟我说相当的吃力 可能会到一百二十万比较宽松 所有全教会的电脑系统 大概要花到一百二十万左右 所以我们也为这个祷告 去年 2013年 把整个影音的系统 我们做起来 大概花了七十万 非常的便宜 预算是一百五十万 结果只花了七十万 要谢谢简黄会长老 因为他都自己爬上去 自己接线 感谢赞美主 所以省了大概一半的钱 所以你在手机上 可以看到我们的信息 手机上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信息 YouTube上可以看到我们的信息 都要谢谢我们去年的同工 建制完成整个影音的系统 大概花了七十万 今年是电脑系统一百二十万 我们要为这个来祷告 教会一步一步的建造 另外我们也需要五百万的新堂 新庄幸福行道会的开拓的基金 大概是五百万 大概是五百万的奉献基金 所以我们为这个来祷告好不好 你知道吗 你说牧师需要这么多这么多的钱 这么多的钱 你知道吗 当我们跟神需要这么多的时候 神给我们更多 阿们 因为这些都是神的心意 哈利路亚 开拓教会是神的心意 宣教是神的心意 圣经说 你要向神大大的张口 我就给你怎么样 充满 所以你不要向神开口开带小 钱是上帝的 你就要跟神要就可以了 阿们 阿们 你越敢跟神要 神就给你 你越敢为神冒险 神就给你 阿们 你要开拓新庄吗 五百万在神是小事 神一个指头立刻就丰富 就给我们了 怎么给我们 不会给我们 也告诉你旁边 加在你的薪水里 加在你的薪水里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不会天上掉下来的 神透过你的薪资进来的 阿们 你说我要奉献 五百万交给我 神就给你了 哈利路亚 你要这个胆识跟信心 但不要先奉献 进来再奉献 好不好 就去我们的手来祷告 平静心跟神祷告 我们需要 新庄要有五百万 今年的电脑系统需要一百二十万 我们还有很多的宣教的预算 没有关系 神都是给的 我的责任是祷告 我的责任是跟神要 你的责任也是祷告 你的责任也是跟神要 神给你 我们就奉献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大大的向神来张口 预备好你的奉献 一一二三 同声的开口祷告 谢谢